乌军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已经持续了数天 但俄军的反应似乎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激烈 反而给人一种反应迟钝的感觉 特别军事行动打了两年多了 乌军都把战火烧到自己的本土 甚至推进了几十公里 那么俄罗斯为何还是这么充满了松弛感 从目前各方的信息来看 乌军目前和俄军在库尔斯克实际上已经相持了起来 并没有一些虚空战报里说的那样 乌军高歌猛进 俄军一窥千里 乌军在过去一天里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同样的俄军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将乌军有效击退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对于乌军来说 这次属于缩哈一把 打到哪里算哪里 重点突出俄菜 表现乌军还有余力发动反击 这是一场政治战 所以最后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乌军打了 而且还是在俄罗斯境内打的 责任司机日前在接受视频采访时 公开承认乌军行动的目标是将战火燃烧到俄罗斯的本土 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得冲突 而是为了谈判时 有跟俄罗斯拍桌子的底气 演一下东巴斯战场上 俄军在杰尔任斯科 红军村等乌军重要据点 基本上打穿了乌军的防御体系 如果以这样的局面展开谈判 乌克兰根本没有多少谈判的资本 乌军之处一开始取得重要进展 完全是钻了俄罗斯防御的漏洞 但是当俄罗斯调集力量后 乌军的进攻自然就停顿下来 从战术上来说 乌军这次反击很成功 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 让俄军焦头烂额 从战略上说 乌军其实有点得不偿失 德国图片报援引不少乌克兰军官的话说 泽连斯基的这次反击 并不能让俄罗斯屈服 反而浪费了宝贵的有生力量 一名军官表示 东巴斯前线比在库尔斯克 更需要那些士兵和装甲车 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原本就防御薄弱 只有一些义务兵部队 驻守 即便后来动员了当地的民兵 国民警卫队 再加上增援而来的瓦格纳 空降兵部队和海军部兵 也只能防止乌军进一步的扩大战果 但可以预见的是 俄军还需要时间调集更多的军队 才能将乌军推回去 而在这之前 我们依旧可以看到 小谷乌军到处的乱窜 到各地打卡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个场面确实很具有侮辱性 但伤害性可能没有网上传言的那么严重 接下来 俄军很可能会选择继续和乌军慢慢磨 不管外界怎么说 俄双方对失败的容忍程度都是相当罕见的 既然乌军已经打过来了 俄军也只能将库尔斯克作为战场 继续消耗战模式 某种意义上说 俄军这种松弛感 根本原因还是当年苏联解体 修克疗法的后遗症 还没有完全清除出去的结果 这对我们的参考意义 已经远超战场本身了 根据外交圈内部消息 此次行动并非简单的破坏小组入侵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知情人士透露 乌军此次行动调动了约两万人的兵力 其中包括大量西方雇佣兵 这些队伍原本部署在白俄罗斯边境 通过巧妙的调兵遣将 神不知鬼不觉的集结到了苏美地区 这一手法堪称现代版的暗渡陈仓 充分体现了乌军指挥官的军事智慧 俄罗斯方面初期反应迟缓 显然对此次突袭措手不起 库尔斯克州官员试图淡化事态 将其描述为破坏小组的渗透 随着局势的快速发展 穆斯科不得不承认事态的严重性 他们紧急调动包括瓦格纳在内的精锐部队 前往增援 乌韩官方对此次行动保持低调 既为否认也为大肆宣扬这种态度 反映了基辅方面的谨慎策略 他们既要保持军事上的主动权 又要避免在外交上给对手口实 西方国家对此次行动的反应也十分微妙 表面上他们对乌克兰的自卫反击表示理解 但私下里不少西方外交官对冲突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表示担忧 因为不愿透露姓名的北约高级官员向本报透露 我们支持乌克兰的自卫权 但也希望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局势失控 此次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 体现了基辅方面 在战略上的重大转变 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 更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博弈 从军事角度来看 这次行动打破了俄罗斯本土不可侵犯的神话 乌军通过巧妙的战术安排 成功地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站稳脚跟 这无疑会对俄军士气造成沉重的打击 从心理战的角度来看 这次行动向俄罗斯民众 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战争已经来到家门口了 这可能会动摇俄罗斯国内 对持续战争的支持 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 能得更多的筹码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 这次行动也是乌克兰向西方盟友 展示其军事能力和决心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西方援助可能减少的背景下 基辅需要证明自己 仍然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盟友 然而这种策略也存在风险 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指出的 乌克兰此举无疑会加剧冲突 可能会给俄罗斯进一步升级战争 提供借口 这是一把双刃剑的 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 无疑会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次行动可能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孤立于国际社会 莫斯科可能会加强与中国、伊朗等国家的合作 以应对西方的压力 这种趋势将进一步的加深全球的地缘政治分化 这次行动可能会刺激全球军备的竞赛 俄罗斯可能会加大国防开支 而北约国家也可能借机强化军事部署 这种军事化趋势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这次行动也可能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 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可能受到影响 这将推高全球能源价格 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新的挑战 展望未来 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 可能会成为冲突升级的转折点 短期内我们可能会看到 俄罗斯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 这可能包括加大对乌克兰平民目标的打击 莫斯科可能会借此机会 动员更多的兵力 甚至考虑动用战术和武器的可能性 中期来看 这次行动可能会推动和平谈判进场 随着双方损失的加剧 国际社会的调节努力可能会取得突破 然而谈判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而非全面和解 长期来看 这次突袭可能会重塑欧洲安全架构 北约可能会进一步东扩 而俄罗斯则可能会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 这将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板块 网友遇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上引起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认为 乌克兰这次行动太冒险了 他们是在玩火 万一俄罗斯借此机会全面反击 后果不开设想 又有网友持不同的观点 乌克兰有权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 俄罗斯先入侵的 现在乌克兰反击有什么不对 还有网友从战略角度分析 这可能是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的手段 他们想告诉俄罗斯 战争可以打到你家门口 一些网友则关注这次行动 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这下的美国和北约 更有理由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了 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的孤立 也有网友对和平前景表示担忧 这种相互报复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双方都应该坐下来谈判 而不是继续流血 有趣的是 还有网友从历史角度进行了类比 这样我想起了二战时期的多利特尔突袭 小规模行动大战略意义 总的来说 网友们的评价涵盖了多个角度 既有对局势的担忧 也有对战略的分析 还有对和平的呼吁 这些评论体现了普通民众 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和思考 也反映了这次事件的复杂性和影响深远 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 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激起了国际政治的惊涛海浪 这次行动不仅改变了俄乌冲突的兴致 更可能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场大国博弈中 我们不禁要问 和平与正义的天平 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平衡 国际秩序的未来又将何取何从 这场突袭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更多的地缘政治变局正在酝酿之中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场国际棋局如何演绎